欢迎收看10月23号的财经SP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美国企业业绩财报褒贬参半 促使隔夜美股回卵 加上英国脱欧隐忧等利空 导致亚太股市全面回落 马股也跟着走低 全天跌了5.30点 以1568.79点收市 而令吉兑换美元走高至4.1860令吉 接下来要且Black and White单元 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国库控股 去年蒙受63亿令吉大亏损 引起了争议 今天公账会就揭露 亏损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采取高风险的投资策略 例如将大约80%至85%的投资 放在九至十间公司 此外政府的突发性政策 例如管制通讯领域 也令国库控股旗下 多家通讯公司大受影响 因此公账会建议 让国库控股在不受政治干预之下 进行专业以及策略性补资 大马机场税在10月调限过一次 但最新消息是机场税会再次调降 大马航空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说 预料2000万名乘客将在 监管资产基础框架之下享受到降价 至于是什么样的架构 航空委员会指说除了KLIA和KLIA2 其他机场乘客可以享有更低的机场税 详行会在适当时候公布 IHH医保在印度是第二大的私人医疗保健集团 但市场就盛传 该集团将冷痛以半价脱售印度两家医院 海德拉巴大陆医院以及环球医院的持股 这是因为该集团和这个印度医院的创办人家族 爆出意见不合 当初这两家医院是以至少2亿4540万美元 大约10亿2900万令吉收购的 如果半价脱售则大约是5亿1450万令吉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本期财经Espresso由Rakusan Trade为您特别呈现 全码唯一一家完全数码化的股票经济行 除了可以快速在线上开设账户 低经济费也让你节省更多